谁是终极英雄 是我们喜欢的一个栏目 有自信 敢担当 敢挑战 谁敢横刀立马 谁是终极英雄 终极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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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下一个就这一年 我期待着 让我们共同见证 英雄的诞生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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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 谁是终极英雄节目 我是李延军 我们现在是在 开国大典红医师 也就是中国第一支 维和步兵营的 待命出征营区 我们国家从上个世纪 九十年代初 就开始参与 联合国的维和行动 陆续派出维和人员 近三万人次 以往 我们派出的维和人员 主要是 工兵医疗和运输等保障任务 这次 我们派出了 整建制的步兵营 将在南苏丹任务区 联合国指挥框架内 担负保护平民 保护联合国机构和人员 保护人道主义援助行动 以及警戒 巡逻 防卫和护卫等任务 在他们即将跨出国门 奔赴非洲的前夕 我们随时 终极英雄设置组 来到这里 通过一场 以维和任务为背景的 基础技能比拼 向全国人民展示 我们的维和部队 是完全有能力 有实力 完成维和任务的 2014年12月 应联合国邀请 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 我国决定派遣 维和部兵营 参加联合国 在南苏丹的维和行动 这开创了 我军成建制作战部队 参与维和行动的先河 首支维和部兵营 由济南军区某集团军 部分力量为主体组件 配属相应专业力量 主要执行保护平民和联合国人员设施 人道主义救援行动 以及支援伊加特监督核查等任务 或在诸巴以外地区建立临时行动基地 独立岁型任务的能力 组件以来 他们围绕 共同科目 人人合格 专业训练 各个精砖 任务能力 全部达标标准 在进行了长达八个月的 艰苦临战训练 作战能力如期形成 受到联合国核查组的高度评价 此次中国首次派成建制维和步兵营 赴海外执行安全防卫任务 表明中国在参与世界维和事务中 已逐渐熟悉维和规则 派出安全部队参与维和任务的时机 已经成熟 今天就让我们共同走进这支部队 在我们随时终极英雄的赛场上 领略一场别开生命的终极对抗 观众朋友们 这次在维和部队比拼的科目 与以往有所不同 这次是根据这支部队 赴南苏丹执行任务的特点和环境而设置的 第一关紧急出动 比的是队员们快速反应的能力 大家看我身边的这套装具 这是为我们的维和队员量身定做的个人装具 全户性防弹衣 它根据执行任务的需要 配备了必要的武器装备和个人的物品和器材 来保护我们维和人员的人身安全 要携带整个的装具穿在身上大概是超过40公斤 穿戴它也是有一定的程序的 现在我就来体验一下 但是为了节省时间和节省环节 我请两名维和队员协助我 穿戴部分的装具 好 请 哦 要先打开 好 这样 我还第一次转 我要手拿着吗 是 好的 好的 我是第一次穿戴这样的装具 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呢 就感觉到自己特别的笨重 要知道 非洲南苏丹的最高气温呢 通常在50度以上 可以想象我们的维和队员 他们巡逻执行任务 一天下来是多么的辛苦 好了 现在赶快来看三支参赛队 在第一关中的表现 同志们 今天 在我们出场之际 在这里 组织中级英雄 维和基本技能 比武竞赛 目的 检验前期训练成功 强化同志们 雄怀祖国 肩负维和使命的 责任感 荣誉感 紧迫感和光荣感 为我们出征 执行为何协动 充分做好准备 朋友们 你们 是各单位 抽出的参赛队员 你们是光荣的 你们是代表队 希望 在下面的比赛当中 你们要遵守规则 服从裁判 团结协作 顽强屁幕 要相信 攻击英雄 就是你们 攻击英雄 就在你们之中 同志们 屁幕吧 第一个比赛课目 紧急出动 比赛规则 一 披挂装具 满分 十分 时间 五分钟 以每组 最后一名 完成时间为准 超时 不得分 二 轻武器结合 满分 十五分 时间三分钟 超时 或组装不合格 不得分 比赛 现在开始 俗话讲 兵贵神速 紧急出动时 部队自接到任务命令期 最短时间内 全装派出的基本要求 在这个环节 将会向观众朋友们 展示两项对抗内容 这第一关紧急出动 分为两个环节 批挂装具 批挂装具和轻武器结合 现在进行的 就是第一关 第一个环节 批挂装具 可以说 维和步兵营 单兵装备 一亮相 就凭借 威武的造型 和强烈的视觉冲击感 受到广大军事爱好者的热烈追捧 大家有所不知的是 仅一套单兵装备 就包括 武器装备 防护装备 野战生存装备 生活装备 共计四大类 108件 鞋型总重量 约70公斤 本项对抗内容 就是一个班组 执行巡逻任务前 官兵在装具 全分解状态下 进行组装批挂 考核紧急出动速度 标准时间 5分钟 9分钟 7分钟 9分钟 5分钟 1分钟 吃回味着 1分钟 相应 3分钟 10分钟 好 快攻 武隊專業平和阿B 太嚴重 裁判 警察 混亂 撤去 在執行作戰違和任務期間 難免會出現人員受傷 武器零部件損毀等意外情況 需要利用周圍條件及維修 達到儘快恢復作戰能力的要求 現在本項對抗內容 新武器結合 就是模擬夜間無光條件下 考核官兵對手中武器裝備零部件 以及組裝程序的熟悉情況 參賽隊員蒙上眼罩 由裁判把槍械分解並打亂 隊員們在完全看不見的狀態下 將95式自動補槍和92式手槍配件混合 隊員對槍支部件進行結合 標準時間三分鐘 組裝完成後 裁判根據槍械的組裝情況 和所用時間進行評判 和所用時間進行評判 現在我們來到了第二關比賽的現場 穿越火線 它其中包含了三個環節 翻越車輛 清除路障和運送貨物 因為這些呢 都是我們的圍合隊員 在執行圍合任務的過程當中 經常會碰到的一些事情 現在就請我們的裁判長下達比賽任務 下面進行第二個比賽課目 穿越火線 各組衝籤決定上場順序 比賽內容 一 翻越障礙車輛 距離二十米 各組沿任務區道路 翻越道路中間車輛 二 移除路障 距離二十米 各組隊員徒手移除各類障礙 開闢車輛通路 三 運送彈藥 各組將彈藥車上的彈藥 運送至巡邏車上 並將該車開至指定位置 比賽成績以各組所用時間 綜合評定 下面衝籤決定上場順序 現在比賽開始 跟著 同學們 我們是第一個隊輸場 我們是接鋒 我跟著代表 同學們 願意 過來 全班追 前方發射七段路上 飛翔走 全速通過 在祭祀破綻環境條件下 圍合官兵 要具備 處置意外突發情況的能力 第二關 穿越火線的三項對抗內容 就是考驗參賽的 圍合隊員們 處置意外突發情況的能力 這第二關的三個項目 分別是 翻越攔路車輛 移除路障 運送過 首先進行的 搬越南路車輛 是火力執行任務期間 巡邏班族 陸域損毀南路車輛 靈活處置 迅速通過的情景訓練 考核指揮員的 臨機處置能力 和回隊官兵的基本技能 現在他們進入到了 移除路障的項目 圍合任務區形勢複雜 各武裝室交火頻繁 射卡難組情況時有發生 本項對抗內容 要求各組隊員 在戰術背景條件下 迅速清除 利用廢舊輪胎 巨馬 圓木 石塊等設置的障礙 開闢車輛公道 考核官兵的情況處置 和分工協作能力 第二關第三項 運送貨物 受圍合任務區高溫環境影響 巡邏車輛一出現故障 需及時迅速轉移車載物資 確保任務順利執行 本項對抗內容 模擬車輛出現故障 受地形特點影響 需要巡邏官兵 徒手轉移物資的情景訓練 考核官兵的體能和團隊協作 封印真 好 拿队过来 靠回 同志们 这套科目是考验我们体力和爆发力的失落 刚才红队表现不错 我们要更加勇猛 更加完成 更受一筹 坚决拿下第一 同志们有没有经验 加油 加油 一 加油 就位 团队 团队 团队被团队 最快速度通过 在兰队队长武捷的带领下 兰队队员迅速通过拦路报废车辆 并伴着浓浓的硝烟和炮火声 进入第二个项目 移除障碍的比拼 三人负质 三人负责掩护 其他三人分别把废旧轮胎 石块 原物等障碍物一开 二人负责 二人败责 二人负责 七人负责 二人负责 二人负责 ドWill 二人负责 中一负责 二人负责 送上 少0 sprin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后出场的黄队 以一种视夺第一 永不言败的信心 开始了第二关穿越火线的评评 他们也选择三人翻越 三人车架不服通过 这样是最节省时间的通过方式 三人车架不服通过方式 在移除障碍的环节上都是三人不同方向的警戒 三人移除障碍 所以在时间上差距并不是很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最后会议者 杨茜茜 我们的维和队员在执行不同的任务时呢 要穿戴或者携带不同的装具 比方说在第一关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全户性防弹衣 那么这一关呢 因为有排雷的内容 所以说我们的参赛队员必须穿上防暴服 现在我还是请我们的两名参赛队员 协助我穿戴部分的防护服来体验一下 这个头盔啊 我发现里面有一个麦克镜面是双层的 就像北方的双层玻璃一样啊 我自己是带不上了 麻烦你帮我一下 好的 使劲往下扣 使劲扣 好了 哎呦 哎呦 观众朋友们你看我这一哈气的这个镜片 就像浴室的窗户上的玻璃一样 全部是气 我用手这个拼命的拉着这个头盔 让我能透一点气 哎呀 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受 我不知道我们的队员们穿着这样的装具 是怎么样工作下来的 现在我必须大声的喘气 而且呢 我这个脖子呢也非常非常难受 你们平常就是穿着这样的装具工作的吗 如果遇到排雷的话 就需要穿着这种反暴部工作的 不管什么天气是不是啊 像我这样穿上不到一分钟 有点要窒息的感觉了 好了好了 观众朋友们 我毕竟是没有经过训练的 所以说呢 我不能坚持太久 现在呢 赶快来看我们队员他们的表现吧 谁是终极英雄 是我们喜欢的一个栏目 有自信 敢担当 敢挑战 谁敢横刀立马 谁是终极英雄 终极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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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下一个就是我们期待的 让我们共同见证 英雄的诞生 加油 加油 下面进行第三个比赛课目 勇闯雷区 比赛内容 一 穿牌报复 时间两分钟 以全部穿戴完毕 时间为准 超时不得分 二 识别地雷 从十五种地雷里 任意抽取五种 进行识别 时间 一分钟 以识别地雷数量 综合平地成绩 下面 比赛正式开车 第一组 预队 快来 通上去 踩上 作为多兵种 多专业构成的 维合步兵营 工兵 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但同时 也是危险性最高 最近距离 直面死亡 用生命换取队友 安全的专业 在这个环节 展示两项对抗内容 首先 穿牌报服 本项对抗内容 模拟巡逻班组 陆域雷区 安排工兵前出 迅速穿戴 牌报服的 情景训练 MK5 牌报服 全重 二十六公斤 主要考核 工兵 及配合队友的 握器协作能力 标准时间 两分钟 设置地雷 检查数据 在裁判队 红队防报服 穿戴 做检查时 现场裁判员 从地雷箱 取出地雷 分别放到 扫雷区的 五个泡沫箱里 在穿好 排报服后 开始辨别地雷 排出地雷 需要冷静的大脑 灵巧的双手 严格的训练 本项对抗内容 主要考核 工兵对 不同型号地雷的 辨识能力 为迅速扫清 雷区 全队顺利通过 奠定基础 标准时间 一分钟 一号响 雷58市 防护雲地雷 二号响 81市 防坦克地雷 三号响 72市 防坦克地雷 四号响 85市 防坦克地雷 五号响 72市 防坦克地雷 完毕 完毕 第二个上场的是 黄队 由二号队员 负责辨别地雷 五号和六号队员 负责 为他穿戴防暴服 哦 二号响 二号响 二号胜 中午时 一分三个秒 是地雷 参赛队员要从碳雷器的耳机中 来听遍地雷的准备 由于不同型号的地雷材质不同 所以反映出来的声波信号也不相同 然而他们现在要听遍的这几种地雷信号 差别是非常小的 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 还真分辨不清 黄队在进行第三个泡沫箱排雷的时候 似乎对第二箱辨别的地雷有疑惑 回到二号泡沫箱重新通过碳雷器再次确认 这无疑浪费了时间 结果在辨别完第四个泡沫箱的地雷后 一分钟的比赛时间到了 停 时间到 用时 一分钟 一号响 五八市防步兵地雷 二号响 六九市防坦克地雷 三号响 八一市防坦克地雷 四号响 八五市防坦克地雷 完毕 二号响 八号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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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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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进行第四个比赛课目 应急持援 比赛内容 一 全装冲击 各组接紧急持援命令后 沿跑道进至射击场 到达射击场待机地域后 随机抽取一名队员 完成单兵掩体构筑 时间十分钟 二 对移动目标射击 被抽屉队员 分别使用95式自动步枪 05式微型冲锋枪 920手枪 在100米 50米 25米距离上对运动目标进行射击 时间两分钟 三 女兵精度射击 使用95式自动步枪 在100米距离上握子有一拖 对胸环把实施射击 30秒内完成 比赛成组综 以各组用时及命中目标数综合评定 下面 比赛正式开始 约沉射击 出我 打滚 出我 打滚 出你 出我 打滚 出我 打滚 我 打滚 在执行违和任务期间 巡逻分队遭遇袭击或超出能力范围的突发情况时 需要本队应急驰援 全装冲击对抗内容 主要模拟巡逻分队遭遇袭击 考核驰援班组接到出动命令后 成员全装沿指定路线最短时间赶赴事发地点 并根据战斗要求迅速构筑沃兹掩体的情景对抗 现在红队正在进行沃兹射击单人掩体的构筑 其位置的选择根据作战任务 地形条件 敌情 经火器性如条件而定 位置应选择在射击视线良好的地点 便于观察和进行正面射击 还要便于隐蔽和伪装 避开独立明显的方位物和一倒塌的物体 以便隐蔽行动和伪装 减轻换换 完成了95式自动步枪 100米的射击 红队队员立刻换上05式V型冲锋枪 要跑到在距离目标50米的地方进行柜子射击 最后再换用920手枪 对25米外的目标进行第三个目标射击 射击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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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报告 出来 我现在要带进一步 黄队一上场就快速对要构筑的掩体进行丈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发射击未中 不知道这第三发射击是否能准确命中目标呢 第二发射击未中 第二发射击未中 报告 拉着到清 前面 我们出现 报告 出来 去 最后上场的蓝队在跟前两队一样确定风向后 选择有力位置进行沃兹射击单人掩体的构筑 明镜与点栏目 瞄准 射击 蓝队连中两发 不知道这最后一发 是否能再次命中 报 射击完毕 追 最后一个项目 女兵精度射击 每人五发子弹 三山 射击一身 分开 取行 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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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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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